我怎么知道 你也不能好好解释一下 这不是我和娜娜 坐了19个小时的火车 去伊尔库斯克 办理单身证明吗 这一下火车 我们就立马打车 直奔提前订好的民宿 因为两个小时之后 娜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中国概况的考试 到了这个租的公寓楼 楼下面了 民宿啊 娜娜现在正在给那个 房东打电话 我们现在上去 没想到伊尔库斯克 现在这么热 我们都没有带 那个夏天的衣服 这个还是密码锁 房东不在里面 他院村控制的应该 有钥匙里面 觉得 还有一把 进来的进来的 这个是卫生间 不可以抽烟 洗澡的 吹风机也有 然后这个 香铺 这些挺干净的感觉 这个厨房 厨房也不错 挺好的 什么都有 这柜子留啥 柜子里 盘子 杯子什么都有 还有喝酒的 什么都有 感觉 还有茶 就给我们俩 两袋这个茶 我明白 他们都是 左撇子嘛 都要用这样开 然后冰箱里面 空的 有油什么的 这个是电动的 应该是 这个里面 应该也有叉子 碗 什么都有 这边吃饭的地方 这边锅也都有 然后再看看 卧室 卧室 挺好的 一张床 然后一个 桌子 我可以在这边工作 什么的 还有一个沙发 还有电视机 床单已经帮我们洗好了 厉害厉害 还有背物 你先洗个澡吧 火急火燎的赶到民宿 简单修整了一下 娜娜就让我再帮她 最后复习一遍考试内容 然后帮她准备 这个她的考试 在里面考试 让她终于考好了 挺好的 没事吗 没事 她也没说要多少个字 没说她说我知道的就好了 你写的啥呀 鹅怎么没写就写个黄 没事吗 没事 算了吧 有多少环境的上班 你怎么回事写个黄 鹅都没写 我怎么知道 你也不能好好解释一下 没事 没事吗 不是很多意思吗 没有 这有两个对吗 对 别的还有对吗 嗯哼 那就好了 最重要的是那些 我自己带来回忆一下 没诺 那就好了 没诺写的很多吗 最后一个 她可能吸了很多 因为她也难道是因为老鼠就 没吃 我真的没吃 吃饭吧 你是外国人 没诺是中国人 就是 那鞋那么多已经好了 吃饭吧 谢谢 终于可以吃 role 黄